Hello 大家好 最近我的生活因為被鼓征上班上課 還有期中考這些事情填得比較滿 那今天是好不容易有空了 所以來到松菸來看一下舉給你交代事集 那我們就往前走吧 哈囉 大家好 因為我有一陣子沒有去參加市集了 所以我這次就特別逛了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我本來以為自己會撒很多很多錢 沒有想到還是一如既往截止 截止 那我之前幾次參加市集呢 都是大概是下課之後 或者是休假日睡到飽之後才會過去的 那就有可能是排隊要排很長 或者是買不到一些喜歡的產品 所以這一次呢我就特別的早起 我大概11點多就到展場了 11點多這樣算了 而且呢就是 這一次因為在展場前300名呢 他還會限定有特別的禮物 沒有想到我很幸運的拿到第292號 那首先第一攤呢 還是要來介紹的是我的最愛牌 喵心達 這一次我主要是要購買的 女子文具手鐵系列 它竟然有三卷 那我們先來看這兩卷呢 它分別是身穿深色和淺色系的衣服 也象徵者是清晨和午夜在寫手帳 這種文具的一些女子們 那這一個更可愛啦 它是把他們這些文具女子做成郵票 那搭配的是一些比較復古的顏色 還有一些是比較像是莫蘭迪這種偏灰色調 很柔和的色彩 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兩卷是貓咪繪本 那它一卷各自是有15隻貓咪 那上面的貓咪呢 它都會搭配一些背景 所以你直接把它單剪下來 就很像是一幅小小的畫 而且它印刷非常的細膩精美 非常的好看 更重要的是 因為這一次展場的喵星大家攤位呢 它有限定每天有畫飲料替代 限定20個 我就很怕搶不到 所以我第一攤就特別去逛喵星大家攤位 結果就畫到了 哇它是直接手繪喔 對沒有錯 在想直接手繪 你還可以跟它說你想畫什麼 我就說我想要兔子可愛的元素 還有我的名字 兔子旁邊是草莓嗎 是草莓沒錯沒錯 不是蘿蔔呢 可愛的元素 喔好的吧 那接下來呢 我是到喵星人手帳這個攤位來看 那這一位香港的創作者呢 其實我平常有愛關注他的youtube頻道 看他怎麼寫子彈筆記 或者是怎麼樣做一些彩繪 還有買了哪些文具之類的 那前前我是有看到 它有這一款哈利波特級膠帶 那它裡面有哈利 容恩妙麗 史內普啊 十二個角色 以及其他魔法周邊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不買就很可惜這樣 那你覺得它裡面有廢棄嗎 為什麼我們放下我們最愛的廢棄呢 在那個樂高片裡面有出現的很重要的廢棄 但還有史內普跟那個校長耶 史內普是你喜歡的 對我很喜歡史內普 還不錯 和喵星達一樣呢 馬路口小花市也是我每次逛市集 必逛的點 請在這邊幫我加個特效 不用 那這一次呢我很節制的 只是買了兩捲紙膠帶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咖啡拉花 它上面就是每個咖啡杯上面都會有可愛的小動物 或者是花草 你看它這個概念很簡單 但是你用意念來去想像一下 你在每一張卡片上面 剪上一個小咖啡杯天下那邊 是不是就會覺得這個地方好像增加了一點 小趣味小童趣 再來呢就是這個冬季小動物 其實我很少去購買上季節 家節型的紙膠帶 那這一款因為我上面就看到它有很可愛的 小企鵝在弄聖誕樹啊 還有在堆雪人的小熊 那買了這卷之後 你就覺得好像說 你的耶誕節就是會有很多很可愛的小動物陪你一起過節 就不會那麼的孤單 就不會這麼的邊緣 就是邊緣人的後夥伴 對 跟你一起過聖誕 有陽明的聖誕 繼續來看到這個品牌呢 也是我在這一次市集裡面第一次看到的創作者 那我本來是被它的小兔子花磚給吸引想說要來買 沒想到已經賣完了 那就在我繼續掃試它這個攤位的時候呢 我發現到它旁邊有三款 天空系列紙膠帶也非常的好看 那我購買的是局部燙玫瑰金的 還有局部燙金色的金染夜空 這兩個都非常的美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款是默染之空 然後我覺得它也很漂亮之可 其實現場還是賣完了 我覺得這款要收耶 因為那個金邊感覺真的非常的細緻 而且它很浪漫 非常的好看 顏色字表很優美 再來呢我們要看到的是石荒少女的作品 就是看到這個水彩拼圖 它非常特別 你看它是鐵盒裝 跟其他紙膠帶就是不一樣 可以吸嗎 但是不行 然後它裡面自帶零行紙 可以直接這樣撕開來 就撕成單張單張的拼圖 然後你可以做拼貼 或者是你把它之後外光剪下來 也可以做成中間留白的拼貼 非常的特別 那在這一次市集呢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喜歡那種和日夜天空有關係的紙膠帶 所以我是閒選了這個城市語心 那創作者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再帶這一塊死者之書回去啊 那我一看就覺得天啊 驚為天人 立刻就說好我要帶 你知道什麼是死者之書嗎 我不知道 但其實我有偷看你的紙膠帶 我發現它是跟埃及有關對不對 對對對沒錯 那死者之書呢 它其實就是古埃及時候的墓葬文書 它內容是因人而異的 主要是在告訴死者呢 怎麼樣在前往陰間的路途上 可以好好的保護自己 又可以好好的回答審判時候的問題 那我覺得它非常細膩 因為創作者他講說 他那時候要印這一款啊 就有被廠商講說太細緻了 他的這個金 所以他難度很高 他也說這一版如果賣完了之後 可能就不會再出了 那這一次呢 我還被一位創作者吸引 也是因為他的彈位上都是這種很可愛的童話故事元素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他的小貼紙 以及這一卷童話小圈紙膠帶 它上面呢就是有像是長髮公主啊 還有糖果屋這些可愛的小房子的元素 而且他畫的人物是這種Q版的 我以前比較少買這種畫風的紙膠帶 就覺得很別緻 我記得也是比較不喜歡這種Q版的角色 可是像他那個上面畫的房子 我覺得就很不錯耶 就會很想去住 那些屋子的話我想去住一下糖果屋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想說這樣可能會有螞蟻班子吧 你在聽什麼故事嗎 太Sweet了 至於在現場呢 他也是有滿額的集點活動 然後你每次點就可以抽一次牛蛋 然後我可以抽三次 那我這一次換到的是有像這樣子的貼紙和離型紙 我們先前在其他影片裡面也有看過 這個離型紙的出現就是我拿來用 就是上禮拜 而且呢因為當天我是在前300名入場的 所以還可以免費體驗這個 國字版印刷和這個徽章的製作 那那時候因為時間很趕 所以國字版印刷我只是給它印完之後 我就離開現場了 徽章那我倒是花了滿長的時間在那邊製作的 只是那時候我就覺得我沒有聽勸 因為他們講說這個圖案要盡量聚集在中間 結果我在旁邊就給他貼了一圈 自以為是的漸層的那種花紋 想說哇這花邊真的很美 沒想到全部都沒有印上去 我覺得還行啦 你就假裝自己走一個簡單大器的路線 好的 那這一次呢除了幾間必去的攤位之外呢 也發現到其他優秀的創作者們 所以每一次逛市集呢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療癒 又很吃土的行程 也歡迎更多入坑者們一起來和我們分享你們的收藏 而且這一次呢因為適逢本人的生日 所以外小姐也送了我一套紙膠帶 是兩套 啊對兩套紙膠帶 沒錯 一會兒有機會再和大家來開箱分享 那這一次的紙膠帶開箱進入就到這邊為止了 如果明年有參與過哪一些市集 或是想告訴我們什麼意見的話呢 也歡迎給你再留言給我們喔 沒錯 大家想要記得喲 大家要注意好美日夜溫差 好的